同学你好,本讲CloudSIM安装与部署主要包含相关安装包的获取、安装环境的要求、安装过程以及实力运行这四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我们介绍相关安装包的获取 用户可以在GitHub上下载包括原代码、示例、JAR和API文档在内的CloudSIM不同版本的安装包 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安装环境的要求 因为CloudSIM是基于Java语言开发的 所以计算机上需要安装Java的工具包以及编辑器 CloudSIM自2.0版本之后将项目迁移到了APA旗的Maven当中 所以需要提前安装和部署Maven 无论是Windows操作系统还是Linux 捐可进行CloudSIM的云仿真 在硬件配置方面 要求电脑CPU双核2.6G以及内存2GB以上 下面我们介绍一下CloudSIM的安装过程 首先我们需要安装配置好Java环境 然后下载Maven的可执行Binary 3.8.1的版本进行解压缩 配置本地仓库 首先自定义一个文件夹作为Maven的本地仓库 命名为Maven Resporter 接下来我们下载CloudSIM 5.0的安装包并进行解压缩 在IDEA中将解压缩后的安装包作为Maven项目导入 在运行项目之前需要在编辑器中更改Maven的安装本本 以及本地仓库的默认路径 下面我们介绍CloudSIM的实力运行 CloudSIM 5.0压缩包中包含了8个不同的视力代码 它们分别展示了8个不同的功能实力实现 我们选取视力代码4进行运行 首先需要初始化相关参数 它包括了实体对象的名称ID状态 以及模拟事件等 然后初始化事件队列 当初始化完成之后 选择方法进行实力创建 并将该实力添加到模拟实力中进行运行 通过实力代码4 我们便可以通过所提供的一些数据 进行两个原数据中心的创建 本奖CloudSIM的安装与部署的主要内容便是这些 谢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